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生活 明依Onco 专业医师线上听诊 让你与健康零距离 11点15分 这里是FM98.1 News98电台 欢迎收听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天 早上11点到12点播出的明依Onco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许博琴 先来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 杨氏诊所的杨明泉 杨医师院长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以后不要在节目里面 公布一些秘诀什么的 我现在都买不到无糖豆浆 现在我走好几家 便利商店都买不到无糖豆浆 对对 现在觉得这个产品好像很红 而且 网路上 对我就很后悔 当我买不到我就很后悔 我就想说 那早知道我就自己默默一些 囤积一些 不要落到现在买不到的田地 真的是很气耶 其实你也可以自己到豆浆店去买 制作 自己做 可是自己做我是不可能啦 我知道有很多妈妈会有在做 可是自己做我觉得好麻烦 而且听说就是 你做完以后还要去洗那个 什么滤网什么会很麻烦 这个比较麻烦 我讲的是说你直接到豆浆店去买 可是豆浆店的话 青浆嘛那种无糖豆浆 那应该是绝对不会有差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入口就觉得它稀稀的 可能要看哪一家 我觉得有些有些家豆浆店的还蛮浓的 就是虽然它的青浆还蛮浓的 对对对对还蛮浓的 它可能比较不会偷工减料吧 所以我在想 所以我买到有点加水的 加水加那些多就比较稀的 好吧好吧 那我就不再怪院长了 OK 今天呢要跟大家这个谈的主题 也是还蛮争议性的啦 肥胖到底会不会影响职场竞争力 为什么要谈到这个话题呢 因为这个前两天出了一则新闻 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一个学生嘛 然后在一个糖果店里面攻读 那结果呢 因为体型可能比较这个圆滚滚很可爱 结果后来呢 却变成了要被裁员的其中一个理由 讲到这个 我就想到到底肥胖 会不会让一个人 比如说工作能力比较低 手脚比较不灵巧 或者是呢 整个专业度就下跌 这个就要问过曾经非常肥胖的人 院长 当你是一个胖医师的时候 OK 你有比较不专业吗 应该是这样看 我们肥胖跟体重健康的人 或者瘦的人来讲 其实在职场上面 你要看是哪一种工作 如果是需要动作很灵活的 那需要靠外表仪态的工作的话 可能当然胖的人就会失去竞争力 他可能工作不灵活 蹦手蹦脚的 然后再来就是他需要仪表 需要面对客人 需要很好的 比如说像一些柜台 像航空公司的空中小姐 像这一类的服务的餐厅的服务生 当然他就会比较弱一点 竞争力就会比较差 但是如果相对的 你其他的工作 其实都比较不会差 而且有些工作是胖的人 反而比较有竞争力的 很奇怪 对 那有的比如 我常常讲就是说 什么所谓的胖的有竞争力 其实胖跟瘦的 因为你会发现 大部分的人会有一个特色 就是胖的人 尤其是如果他身体的 储存很高的 Omega 3 就是深海的 所谓的我们叫 必须脂肪酸的话 他的抗压能力会比较强 通常还有 好像是 对 抗压能力比较强 我也觉得有很多 胖胖的人 其实幽默风雪就算了 而且比较 比较easy 就是不会像瘦的人 EQ EQ会比较好 对对对 EQ比较好 EQ跟抗压能力会比较好 会比瘦的人好 好很多 统计上来讲 就是说他 譬如说你看很多 高阶的主管 高阶的主管 或者是当老板级的 总经理级的 很少是瘦瘦的 瘦的比例很少 大部分是稍微胖一点的 甚至也对很胖的 有些突个肚子的 因为一般来讲 这种人压力很大 他需要抗压能力很强 所以他每天要处理 很大的工作量 很大的压力 要思考决策 的时候如果抗压能力不够 EQ很差的话 就会影响工作情绪 就会影响 所以说大部分这种人 都会比较偏胖 所以要看工作形态 也许你要做 对面对客户第一线的 或者是需要动作的 那瘦的人 胖的人比较没有竞争力 但是如果你要动脑的 用到脑力的 用到EQ的 用到情绪管理的 胖的人会比瘦的人 会好一些 所以意思是说 当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的胖是一个好的胖 应该是这样讲 如果你的胖 是因为你储存了 很多抗压的物质在里面 比如说像 Omega 3的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的情绪会比较稳定 然后一个人 如果是这些抗压物质 在身体里面比较少的话 他碰到事情之后 他心跳会加速 会紧张 会焦虑 引起你的脾气暴躁 等等会表现在外在出来 情绪就很不好 EQ就会比较差 所以大部分 就是说你 如果是储存 就要看你的胖 是不是储存够多了这些 当然也有胖的人 是会焦虑的 也会有 那表示说他胖的 储存的这些 抗压物质比较少 它压物质比较少的时候 他EQ就会比较差 通常是这样 所以以前有一篇报道说 研究报道说 研究胖的人 就是女生 胖的如果是臀部的附近 他就去检验 他臀部附近的脂肪 是哪些脂肪含量比较高 他发现是Omega-3含量很高的人 这种东西检查得出来 检查得出来 检查得出来 就是分析他的油脂的比例 好妙 对 他的胖的油 是什么样的油成分比较多 是饱和油比较多 还是单元饱和油比较多 还是多元不饱和油比较多 去检验的时候 他发现有一批人 他的储存 胖的人 他Omega-3储存量比瘦的人多 尤其是研究女孩子的臀部的时候 他会发现这种情形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表示他抗产能力强 或者等等 那另外一个研究是说 他发现不管是男女 都是胖 然后臀部会特别大的人 屁股会特别大的人 都臀部附近的时候 他会发现这一批人 大部分是比较聪明的 奇怪 这个研究 可能比较聪明 或者是比较 能够在主管级的比较多 这种他会去研究 所以我的临床的感觉 也感觉上好像是 当到主管的人 大部分比较不会 那个臀部比较不会小小的啦 而且都坐那么久 办公桌怎么可能小啊 小得到哪去啊 小得到哪去 对啊 每天在那边办公办公 十几个小时 屁股还多小 那到底是阴还是果 不知道啦 对啦 可是这样子真的是很妙 可是问题就是 我也想要 如果真的非胖不可的话 我也想要是 EQ高的那种胖啊 我也想要是健康的 或者是 有功能性的胖啊 可是问题是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的吗 或是我们可以造成的吗 应该是要两个 我觉得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 你要瘦 但是要补充抗压的物质 这个好 选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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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两个 就是你瘦 但是你发现你的抗压能力差 发现EQ很差的话 你就要补充抗压的物质 这样子会比较好 那这样子瘦的也比较健康 因为瘦的人 万一你储存的抗压物质不多 身体上的抗压能力很弱的话 你EQ就很差 所以大部分的人焦虑啊 失眠啊 紧张啊 容易这些人 神经质啊 就是广泛性焦虑症呢 比较瘦的人会比较多 他会用抗压能力就很差嘛 如果另外一面来看的话 那EQ就不容易控制 那当然胖的也有 那这种时候是不是 你要补充一些抗压的物质 抗压物质不知道 其中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Omega 3的 深海鱼油的这种 也会帮助你抗压 那各位不相信试试看说 在你要快要发脾气 今天感觉很焦力的时候 你就吞一颗深海鱼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接下来两三个小时 情绪会比较稳定 对 那我看回家去拿 对 就是说那我们临床上 像我自己 还有一个同事工作的时候 面对看很多病人的时候 刚开始也许很稳定 看到后来就感觉上 病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开始有点不耐烦 就从详细的解说变成说 你少吃一点就会瘦了嘛 对对对 开始有点那种感觉 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就吞一颗 吃一颗Omega 3的 类似这样 你会发现 接下来情绪开始稳定了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那院长 那如果说 因为我们之前常常提到说 肥胖有 还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有的时候是因为压力引起的 对 如果说我今天想要避免到 因为压力引起的肥胖 我是不是在预防的时候 多吃一些Omega 3 深海鱼油之类 我可以预防 因为那个造成的肥胖 对对对 预防那个造成的暴影暴死 因为我们讲 碰到压力的时候 你开始紧张焦虑的时候 这是情绪 同时 一旦压力过去以后 你就开始放松 会大吃一顿 对 下了班之后 这个是我们常见的肥胖